哈喽大家好,我是一颗纸了 今天我要是一个云吞出生面 就是这里有线下云吞还有蟹子云吞 然后还有这两个 一个赤羹还有一个鸡腿 还有这个好厉害的荣原巧克力 我先倒个可乐 先尝一下这个蟹子云吞 这里面就是包的那个蟹子 这个云吞还挺大一个的 真的很好吃 这家我之前点过 然后主食面就是这种很细的面 我不是说很喜欢吃那种很粗的 或者说很细的那种面 其实不喜欢吃中等的 这种的话也算细面了 尝一下 好吃 这个汤就是那种淡淡的味 再尝一下这个鲜虾的 不要一半 个头都是这样很大很饱满 然后里面能咬到那种虾肉的颗粒 然后这个肉质很紧实 好吃 这应该是里面唯一的一点青菜 我把这个巧克力给吃 上面是抹茶 下面是巧克力的 是长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抹茶给的不是很多 这个就是很扎实的那种巧克力的味 它的口感会比较偏甜 但是我觉得爱吃甜实的 应该会喜欢 说来我觉得调的再苦一点就好了 这个甜度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丢丢片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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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炒的那个口感跟方便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汤底不会不会就是说太浓的味 也不会有什么咸味 就很淡很淡的一点盐味 咋说咧这个 原来我想那么好吃 它好像有配那些餐具什么的 我感觉就是一点点慢慢平慢慢咬 后期会比较好吃 就整一块这样捞着吃 因为我想这样比较满足嘛 但是嗯 并没有想 并没有我想那么满足 就好像你抱着一大块巧克力在啃那种感觉 太扎实了 再一口了 还是这个鸡腿 这个嗯 它比较偏 这两个是比较大的那一种 但这个盘子特别大的 肯定嫌疼比较小 嗯 这家店的东西都会抱着 然后 你看肉炸的非常嫩 我现在就是找到一个打工的地方 嗯 是一家汉堡店嘛 它就每天五点半过去 然后到三三四点才下班 我觉得 就也是一种不同的经历吧 对我来说的话 我就是能体会到一些做汉 嗯我当时没有做汉堡也没有去炸鸡 我主要是负责打可乐 然后收拾卫生这一些的 然后还有帮我前台去点餐那种 然后现在每一天都感觉特别特别累 就是每一行又每一行的辛苦吧 我感觉这几年就是每一段打工经历都让我感触挺深的 然后也能认识不同的人 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吃根吧 等一下 鸡翅膀 这一家煮食面真的太好吃了 这一家煮食面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每一个个头都非常非常大 非常的饱满 我以前那我不是说我要去写一本小说嘛 那本小说对我来说的话 就是每个阶段看它 它都是有很多不足在里面的 所以我不可能就是说 把它就是说完全的 呃就是说打一个完结那种烙印吧 嗯因为它很多很多细节都没有完善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生活的精力去支撑 我这些嗯 这几年我肯定要好好的去经历一下生活 因为我就是那些故事情节都是与生活系细相关的 但是我不能只有 简单的靠自己的想象去写这份小说 我肯定还是需要一些 生活的经验的积累 然后去完成它 我觉得现在打工的话不仅仅是就是说 嗯就是说增加一点收入吧 还有很多的话 比如说为人处事啊 就是那些阅历方面 我感觉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增长 有没有因素 有没有因素 有没有有因素 有因素 继续来吃这个面 吸一下云吞 中间这里就是那个虾肉 有一些吸一下云吞 它就是那种 我就感觉它连肉都没放 它还放了虾呢 怎么可能 但是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吃出虾味 然后这个蟹子云吞更不用说 它这里都是那个 看得到的蟹子 它像哪个蟹子云吞 吃完了 还有还有两个那个葱 我就不吃那个了 总的来说这个好厉害的 这个真的不咋推荐 我感觉不好吃的 主要就是 我当时看到很多人就是在买这个 说这个 然后我看得也挺馋的 我就买了 这个也不便宜 我买了差不多70来块钱 就是这些 我感觉 就是不怎么推荐 好了 但是这两个的话确实是好吃 这个云吞出生面 你们看看那边有没有 如果有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非常不错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